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群联电子呢 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先把话讲前头 通常硕士班刚毕业 一定是没有什么设计经验的 但是来interview的过程中 我们会考试 会问一些比较基础的问题 如果呢 在学校不是太认真的话 那个问题答不出来的话 大概第一轮就会被刷掉了 听说网络上面呢 有很多群联电子的考古题 interview的考古题 但是呢 你可以去参考 你背起来没有用 因为每次题目都会换啦 那有没有经验呢 不重要啦 重要是一些基础的一个 你的知识 然后呢 如果你是硕士班 会看看你研究论文做了些哪些 不是看你多厉害 而是看你有没有负责任的态度 然后呢 有没有学习的态度 如果有的话呢 我想我们群联电子呢 有这个充足的资源来培养你们 让你们一年半之后呢 能够呢 有一个独立自主工作的这个能力 第二个问题呢 提到说在美国Colorado研发中心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讲起来很长哈 Colorado是全世界地球上面呢 做Storage技术开发最重要的地方 全世界很多技术都是从那边出来的 群联电电子呢 从早期的这个USB记忆卡 后来进到手机 进到PC 进到工业应用飞机啦 这个高铁啦 机器人等等的 我们呢 最后一步路要走路的就是这个Data Center Data Center呢 需要大量Storage 很多的技术 knowhow跟定义都在美国Colorado那边处理 所以那边呢 我们成立办公室的目的就希望呢 跟最厉害的去接轨 客户是谁 上面有提到说什么Facebook啦 Google啦 Amazon啦 IBM啦 都是潜在客户 那重点是把产品技术做出来 透过Colorado去做他们的这个生意就会比较快 同时呢 我们在台湾呢 也开始招聘很多台湾工程师 在台湾培养个三到五年 如果有兴趣 我们可以派他到美国去 当然这个工作证公司要帮他申请啦 当然有些人以后希望成为美国人 那就自己在那边申请 好吧 有个问题是说疫情的影响 看起来疫情台湾是有影响的 可是呢 这不影响全联电子我们人员的扩编 我们到年底前还希望增加300到500位的工程师 不然呢 不会没事上Facebook搞直播啦 好吧 今年三月开始 我已经跑了十一家大学了 本来上礼拜成大要去的 成大志工后来没有去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下礼拜有交大志工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呢 还是扩大我们的人员编制 需要很多的工程师 所以这个疫情对我们没有影响 那去年呢 去年的公司是 营收快接近500亿嘛 获利是85亿新台币 算是一个财务很健康的公司 营业很健全的公司 所以对于这部分我们没有太多的这个担心 另外呢 我们有一个第五期的这个大楼 今年九月份就要启用 然后还有一个1000个位置停车塔 明年的第一季度就要启用 下礼拜的董事会呢 我们会再通过附近又多买一块土地 希望两到三年后呢 盖我们第六期的这个大楼 主要就是希望增加更多工程师来应付各种各样这个市场的需求 如果你们有认识你们的马来西亚这个中学的学长 学姐在去年的可以问看看 我们案子真的多到做不完啊 这个我每天被客人定在墙壁上面去就是 案子丢进来没办法如期把它完成 因为人手真的不足 案子太多 那Storage Flash呢 也是未来这几年会快速成长 因为5G的关系快速成长 那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应用 需要大量培养大量新人 通常呢 刚加入去年电子 一年半到两年是不会有产出的 都在学习 那我们也愿意有耐心的来培养 那更重要的是呢 也是从马来西亚过来的 还是一句话 会到台湾来念书的马来西亚人 百分之八十都是经济状况不太好的 所以通常这些 同学的态度会比较认真 会比较吃苦 会比较肯学 所以马来西亚的乔生应用交流去年电子 只要第一关考试过关的话呢 我们都会呢 这个欢迎加入 然后呢 我们会来培养 更重要的是 马来西亚的乔生还有几个好处了 除了刻骨耐烙之外呢 语言上面还是有一点点的优势 所以也希望今天听过的或是没有听到的 告诉大家 基本上在群联电子 我们自称我们是马劳 马来西亚劳工 我们台湾的干部说他们是抬劳 反正呢 都不重要 重要就是大家混的都很熟 那这个工作把它做好 公司表现很好 每一年都有好的福利 薪资 奖金 然后好多活动 大家可以高高兴兴 那公司可以很快成长 最重要的是 去年电子的产品呢 在这个业界有影响力 这个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线上的问题 不晓得还有没有 我们呢 大概有还有15分钟时间 我们这边有一个人提问 就是说他是电机工程 电控所的 然后他想问是比较适合应征分位 还是数位IC 还是类比IC 那就是我学弟啊 交大控工 他就是电控 电控 我就交大控工 我还是你们系友会的会长 就很多钱了 好吧 那个 你要加入群人电子 要分位 还是要哈卫 硕士班还是大学 应该是锁班 电控所 电控所 硕班 他硕士做什么论文 应该清楚了吧 那你说做什么论文 你要往分位 还是往Digital走 我想这个不用太烦恼了 你就E-mail进来 注明你是交大电控的 好吧 我请我们的这个 这次呢 你们透过这个直播了解的 进入群人电子的这个履历的 通通由马来西亚的这个干部来审查 好吧 至少大家也比较接近了 所以你就写上你是交大电控的 那这个加入群人电子 是分位还是Digital IC 我相信我们马来西亚主管 会给你一些建议 OK 这个你可以放心 我们特地为了这个活动呢 征召了各个单位的马来西亚人 来审核理力跟分配你们的未来的 这个interview的对象 所以不用担心 我相信过去台湾呢 应该没有一家公司为了找马来西亚同胞 花了这么大力气 现场有我们很多干部呢 在搞直播 然后后面很多工作要做 要安排履历 安排各种interview 所以表示我们很有诚意 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同学问的 人员大扩编会不会影响到公司EPS 我就反问 我如果没有办法多赚钱 我干嘛要扩编 群人电子呢 从成立五个人 不要讲说五个人 从过去五年 我们大概成长一千个人 五年 那你看一看我们的EPS 有没有影响到好不好 帮我回到 这个 这个 我们把档案再拿出来看了 因为今天加入的 我们不限定只有群人电子 不群人马来西亚的这个同胞 有这个社会朋友可以加入 我们去年的营业研发的开销 是新台币68亿 研发支出 我记得五年前研发费用才20亿 所以增加了六十几亿 但是去年的获利EPS是44块了 扣除业外的部分呢 有28块钱 我认为未来几年呢 群人电子在这个营收 会有比较好的成长 在获利部分呢 我相对还是比较有信心 是因为有太多新案子 是这个比较新型的案子 那个利润比较好的部分 我们这五年人员成长快1000个人 EPS其实没有显著的下降 费用有明显的增加 营收增加有限 但是获利呢增加的不错 最主要是因为呢 很多新案子得到国际大厂的认可 所以不用担心 好吧 那线上部分 我们大概有十几分钟呢 我们准时八点结束 如果还有兴趣的话 还有问题的话 你们现场可以提出来 呃 这边有收集了一些问题 想问一下 是 就有一些人他们说啊 他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 那会很难加入群联吗 呃 两个情况 一个你在台湾念书四年过六年后 呃 你对台湾应该不陌生了 台湾相对呢 是一个非常和善的社会 对外来人士 其实不会排斥 也不会有歧视 呃 很多马来西亚人在台湾呢 加入这个进来之后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马来西亚 因为看起来讲的一样的 吃的一样的 长的一样的 所以融入这个团队 这个社会 我觉得没有很大的问题 那加入群联 这边我相信也在公司里面 没有分外国人 本国人 也介绍一下群联电电子 我们现在有巴西级的俄罗斯 呃 越南 印尼 马来西亚 港澳 还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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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 还有呢 巴西讲过了 还有美国 印尼有了 对 所以大概有七八个国籍 所以 也不用太担心 OK 我们未来会更多的外国人加入全联电子 一个问题 台南会不会扩边 台南目前办公室找好了 再进行装方 7月1号起用 第一阶段已经interview了二十几位 还有从竹南要下去台南的 但是要去台南的部分呢 我们一开始一定要到竹南住三到六个月 先做培养 之后才下台南 台南的目标呢 3到5年后呢 目标是300到500位 所以呢 现在也在物色沙伦高铁站附近的土地 在物色啦 希望去年的做法是这样子的 如果可以的话呢 会买下一个土地盖自己研发大楼 这个才是一个承诺 也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方法 OK 所以如果要到台南的 我们这边也欢迎 我们也希望呢 未来的板桥的办公室 竹南跟台南办公室 可以个别独立的去应做 我们还有宏都拉斯的这个员工 也是台湾毕业这个留下来的 好 还有十分钟时间 如果各位还有兴趣的话 你想再知道什么 最主要就是我们去年电子呢 这个真的成长太快了 案子太多了 真的非常希望 马来西亚同胞 你理工科系 你要当工程师 欢迎你加入我们 我们呢 可以给你培养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啊 但是说刚刚看完那个影片 就是发现同仁都很愉快 那就是甚至成为台湾的媳妇 那就是公司里面会有很多的活动吗 我们公司 每年都有公司理由嘛 然后有这个社团活动 有部门聚餐 那还有啊 我们有一个很疯狂的尾牙 OK 那个尾牙 912多大概就2亿2亿再分了啦 所以大家 日子过得还蛮滋润的 OK 好 那 再来一个问题 说104上面看到呢 我们工程师居多 没有错 昨天电子2300多个呢 1600个工程师 73%是工程师 所以我们要的还是工程师多 今天这个目的 其实也是找工程师的 但是 为了以后1000亿的营收要做储备 我们也需要这个管理类的 业务类的生产管理的 等等我们都有需要 104上面呢 可以看到 业务人员进出口管理师 船务人资 这边我们都有需要 所以凡马来西亚同胞 你有兴趣的 你都可以临利丢进来 我们会审核 然后会做安排 好的 好 那如果说没有什么问题 我来做个总结 这个活动 你们所送进来的理例呢 会统一的分配到各个马来西亚 单位的主管 他们来做审核 审核完之后呢 第一关通过的 会马上尽快安排interview 现在大概也没办法 这个到公司来 interview会先上 先提醒一下 凡interview工程师的部分 现场都会有考试 所以这个表现要好一点 那一旦interview好之后呢 等到你们毕业加入后续的工作证啦 居住啦 会同意有总务啦 人资啦 一起来帮你们做安排 这个也不用担心啦 OK 那如果线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群人电子第一次线上的直播 我想线上如果有同学没看到的话呢 我们也有录影之后 想要看的话 YouTube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影片 OK 好 那就谢谢各位 今天的时间 谢谢